大家好,我叫王大安 我今年32歲,來自台灣 我是2011年的時候 到北京清華大學就讀本科 當時在北京有20多家門店 經過幾年創業,我輾轉來到南京 我父母的一個相遇的城市 我在這邊開葡萄酒的連鎖品牌 還有翔師傅 在2022年的時候孕育而生 那時候就是你要去清華大學的網頁 你要看他的招生信息 他每年都會大概三四月份放出來 對台灣的比如說港澳台學生的招生信息 他會放出來 因為他有兩個渠道 台灣學生如果要來大陸有兩個渠道 一個是參加本地的港澳台連招 一個是用我們在台灣本地考的學科能力測驗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是以一個 你想要到更大的舞台上去做 比如說去看更廣闊的東西 我會很鼓勵他們過來 因為你等於你可以墊著腳尖 你不需要就是比如說只是很平庸的參加台灣本地的高考 你可以有多一個渠道 我都鼓勵他們嘛 你申請看看嘛 你申請看看 沒準你入取了 然後你入取了之後你再來選擇也不遲 比如說台灣同胞來內地第一個遇到問題 他要先解決支付寶跟微信的問題 其他都是小事 他可以慢慢學 這兩個是有迫切性的 他們比如說剛來大陸 他可能還沒開始創業或者是還沒開始就業 他沒有就業的證明 也沒有那個 比如說創業的營業執照啊或者這種 也沒有資產 他沒有辦法去申請銀行卡 所以很多比如說廈門那邊 台商特別多 他們會跟特定銀行合作 前年吧 就是台灣同胞都是可以上醫保的 然後只要你在每年的年底之前申報 然後你隔年都是可以享受這個醫保 就是幫這個台灣同胞解決一些在地的一些生活問題 我覺得是有很大改善 我覺得創業這個東西執行力很重要 所以先不要問太多建議 我會給他的唯一建議就是你先來看看 我先跟你吃幾頓飯 我帶你走走 創業就是順應市場嘛 所以你連市場都不了解 你就先不要談到你要創業的這個問題 你先來看看 你先了解市場 我覺得是最重要 賣開腿